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新闻发言人 28号的上午宣布 神舟15号载人飞船 定于北京时间11月29号 23时08分发射 飞进龙 邓清明 张璐 三名航天员将会执行飞行任务 由飞进龙担任指令长 发言人表示 欢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 同时他也表示说 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 已经于今年9月全面启动 此外在港澳地区 选拔载贺专家的进展顺利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新闻发言人 季启明宣布 神舟15号瞄准北京时间 11月29日23时08分发射 飞进龙 邓清明 张璐 三名航天员将执行飞行任务 由飞进龙担任指挥长 经总主委部研究决定 瞄准北京时间11月29日 23时08分 发射神舟15号载人飞船 飞行程组由航天员费军龙 邓清明和张璐组成 费军龙担任指令长 这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 今年的第六次飞行任务 也是空间站建造阶段 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航天员程组将载轨工作生活6个月 季启明还介绍 本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 验证空间站支持乘组轮换能力 实现航天员程组首次载轨轮换等 神15入轨后将对接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 形成三舱三船的组合体 这是中国空间站目前最大的构型 在轨驻逐游期间 神15乘组将迎来天舟6号货运飞船 神16载人飞船的到访 并在明年5月返回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季启明表示 欢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 我们将继续秉承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与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一道 开展更多更深入的务实合作 让中国空间站的科学技术成果造福全人类 对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 开展实验 我们一直持欢迎态度 季启明还介绍 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 已经于今年9月全面启动 计划选拔12到14名航天员 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的进展顺利 选拔实施以来 港澳特区政府周密组织 有关科研机构全力协助 港澳广大民众反响热烈 目前已完成候选者基本条件的筛选 正在组织临床医学检查 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我们十分期待 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队伍中 能够看到港澳航天员的身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